BP完了我还理解不了 这泰坦 能给右边放泰坦炎确加胃这个组合吗 这组合 这组合选了就收啊 好大一波线 美智慈 好爽 换线 目前看来G2赚很多 打闪交闪跟 要单吃啦 BROKEN BLADE BROKEN BLADE 但是打到中期的时候还是会有一波突然 刮昏 这波续了一波线应该又想弄杀星了 哎呦 感觉着了呀 没有闪现的 反倒 扛打扛死 这个算单杀吗 这个也 其实正常来讲是不算的 但是也可以算 但是它游戏里面显示的是单杀 这打着还是会被篮博烤回来 哎 脸探草真被打出进化了 喜欢脸探草 下路也要限杀了吗 看一下 一击打一 走三躲 那泰坦怎么办 下路也限杀 启示这不就来了吗 喂 G2来感觉了 上下路全限杀 小菊过来找 知道没闪的卡丽丝啊 但是不好动手 直接点你也快 Owner坏了 没打到人 自己Q还交了 神六级了 招小菊出来搬马 二 三 大飞 先Q知道 完美感报 但是 没伤害兄弟 对 布隆加小菊 哎 哎 哎 再绕 哦 再绕 外面找到 哇 要红兄弟 颜确会自动送到嘴里来 差不多 他应该就站在那个山栏那个口那里 对 能看两边 对 他在那等着 最后被晕了一下 对 对吧 看这里 看到就对 就这里 啊 他没有直接A过去 没A过去 那没办法了 他自己失误了兄弟 他直接没直接A过去 这里有果实没弹过去 那确实没办法了 那说实话 只能说自己的问题了 对 只能吃塔下的 想越 贝克也在往上靠 哎 还要来上路搞 好掌精的 贾克斯 要被越了 插插两下先往后拉 哎呦 哎 反击风暴没了 反击风暴这样开吗兄弟 哎 哎 盐阙抬 抬失误了 但是还行 反击风暴这样开吗 感觉他好紧张啊 这把却T1的重点 还是要放在宙斯的里头啊 Q伞 这汪立足 呃 感觉 但是布鲁 有机会操作吗 Q伞能又没给到 现在把幅度拉回来 Caps怎么到了 小炮来了 原来是发现没机会了 可惜了 但凡 下路一个人中大招都有机会 哎 哦 应该还是要是有大的 哇 要放大 兄弟体育生的胃 怎么感觉打人痛一点啊 又无敌了 哎 要闪打被动 被动爆了就能杀 啊 再刷心跳 OK A到底了 Aj死了 这个机会抓得很好啊 对 感觉宣告完 那个二要选 哎等一会儿 哎 再踢上去 甲格斯 踢过来 甲格斯 能运几个 我能立功 哇 我有节奏 这就来了 他那个甲格斯看着像点强尸守卫的呀 他那个动作 打都不要了 先叠一个 糟了 哎 没看到视野吗 没看到 要过来 先Q一下 反击风暴 先交散吗 那就没了呀 他这种只能是先晕完之后再交散 然后堵那个位 up出来 这样的吗 对 他把把都这样出 他随便出个装备直接就杀人叔埋起来 点门过来 Q到宗斯了 宗斯被 A叔被动了 要被秒了吗 他重视 直接被秒 哎呦 这小炮的伤态 这波还要追吗 还能留 小炮要飞 飞上去 OK 被卡丽莎收回去 完全接不了团 接不了 这小炮太吓人了 现在是往小炮跟维鲁斯的发育 中路把线带过去 但是小炮下路线还没带过去啊 哎 等一会 哎 A型 贾克斯倒了 但是后续季兔还是能打 怎么说 闪现点燃 DF20 Keria先被秒 库马又是在塔下 能撑着座马 先慢一点呗 先拉出去呗 OK没问题 中路二塔推掉 下路二塔也能推掉 撞马 小炮 这就是小炮的拆塔速度 兄弟小炮这英雄真不能放吧 哎 还没抬到 能追着打一下 吹神有闪赶紧交闪啊 这边延续没闪的算了 有闪吗 哎 闪现啊 没A出来 没A出来 赶紧套个骑士之势 好细节 A出来死了 A出来死了 那现在的话 Caps交迪兵 能怎么办 WOW Caps 哇 creasy 哎 带谁带炊神 布隆在保 能保得住吗 保不下来 杀人数没了 但是小炮 收了一个 哎 花半仙点 帮的果实下来 但花半仙有闪的 小炮 要看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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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 G2只能等队友咯 他们就这种需要等队友的 感觉 G2有点稳定起来了 哎 就给大招 但是不感觉布隆大招给的会很 哎 勾到了 Gaps 别啊 Gaps 要被秒了 不是主力啊 啊 没有了小炮 维鲁斯也要到吗 完全没有办法 不会一波了吧 哎 大龙没了 中路一塔还在兄弟 双手都全没了 只剩一个BB了 节奏完全多了 现在单代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又来到野区了 都没闪心的 好像有点乱了 糟了 小树也被逮 哇 哇 兄弟 自己拿了最自信的阵容 那么大优势变成这样了 说让延确踢回去守 一起守2v2 我就给你打2v2 反正你没踢我也交踢 我延确有个大招能支援 是 要么就是我正面直接开起来 哎 一勾 哎 大刀给过来了 布隆 盾开不出来 直接被秒了 这就是泰坦加延确 而且G2的这都是没有开团能力的 还 控制抵消一下 直接硬乱大龙了 要 没办法了 只能硬乱了 藍波TP到后 藍波有中央了 这一波感觉是最后一波了 差不多了 眼圈封路 藍波位置很好 封的位置无敌了 但是飞根死了 团能赢 团能赢 龙眼想到了 怎么装盖后续 小炮被捶下来了 小炮还能操作吗 盖子操作不了 包扎 进 进 兄弟 那边韩国解说要跳起来了 哈哈哈哈 也还好今天不是那种LPL的队伍在打 如果是LPL的队伍在打 如果LPL队伍还赢了 我们也可以给他们展示一下 什么叫飞 直接站在那个沙发上 哇 今天这一场都3比0了吗 已经有观众开始退场了 哈哈哈哈 我说实话上一场就退场了 是吗 对 我们下次再遇到G2 我们会3比0 Freezy 不行我要看一下G2前走的表情 你就看吧哥们 我也看一眼 不需要Faker 你直接在镜头里看吧 看得还清楚一点 也行 闷了兄弟 可惜了G2 还是没有闯过这一关吗 这种情况上当真的很难受 他很自责的 绝对自责 那么接下来 就是比0G迎战 T1了 太队一次没那就 那只能了你来了 OK G2 大家也都努力了 最后还是有点可惜 不过还好 对于G2来讲 他虽然 这次MSI 失利了 但是他回欧洲 照样还是可以回去虐人 虐完人 世界赛 再见 G2也收到了来自现场观众 全场的掌声 虽然败了 但是我说实话 这次队伍 真的挺导人喜欢的 只可惜不能看他们继续在 本次MSI整活了